哈啰,大家好,今天搞搞新意识了 因为香港现在说经济复偿 但大家都看到最重要是大陆的经济复偿才有用的 刚刚我上次说过一个国内的公务员的工资 暂时不是香港公务员,国内公务员的人工早前缩水 原来现在呢,刚刚今天呢,就是大陆的新闻 承接较早时候政治局开个会议 讲中国经济的会议 里面就有些新闻出来了,这些很值得关注的 长远或直接或间接都可能会影响到香港的 就是为什么呢?今天的新闻就是说 中央下命令,地方政府都要搞好经济 不要负债那么多 那接着呢,就是地方的企业 或者就是全国性的企业 都要做好一样东西 就是你要搞好一个白债 那大家如果不长期跟着呢,就不知道发生什么事的 那这里呢,首先要讲讲一些背景了 就是有很多地方政府呢,现在地方经济已经破产 所谓破产它不会倒下,但是呢,那赤字 那赤字是多到你不相信的 那跟着呢,就是没有钱那怎么办呢 那地方就说,那我管不了,中央请你们管吧 就是说放屁了,但是它真是有实际的困难 所以中央就让他们在地方里面,透过你的地方企业 无论是国企,或者地方的政府企业,或者是民企 让他们发债啦,那为什么呢?这个发债变成了私人债 企业债啦,不是官方债啦,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那有些人说你民营企业比政府企业的好,那买啦 那但是实际上呢,就是透过这样的渠道 是吸纳了民间的钱,然后就去了官方渠道嘛 那但是现在跟着出现呢,就很多这些这样的呢 就经营不善嘛,那所以问题就是,所以为什么今天的新闻 就是说官方都会说,地方政府你要搞好地方那个的发债工作 原来背后呢,是这么多东西呢,是要值得注意的 好了,从这句说话,再引寻回较早时候的政治局会议里面的 另外一个重点,大家公开看看这个稿,这个稿是怎么写的 这个稿里面说到明呢,就是说地方政府必须要严控新增 的地方发债,那严控新增 这四个字呢,已经说明了第一 当然是地方政府觉得这一样东西呢,是可行的 中央都OK的,那于是全很多地方的政府都发债啦 那发到今时今日,那些债呢,就已经令到大家感觉到呢 就是说,你发了,我又没得收回的? 你是不是真的赚到钱的?那于是呢,就被这些人发债 但是你这样发债呢,就预示着明天会爆煲的嘛 那我不想爆啊,我真的不想这个,到最后的灾难 落了到普通老百姓那里,是吧? 那所以官方就说,你严控新增的,你要控制住了 那从这个来讲呢,就慢慢大家就说,为什麽地方政府发债 虽然不是公债,但是都是由它那里的企业来发债 那究竟地方政府的债务情况,财政情况是怎样呢?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嘛,好了,我们举一些官方的例子 官方的啊,因为这些数字呢,不是官方公布 最单独的地方政府公布,如果不是他们公布我们都掌握不了的,是吧? 好了,我们看一下一些地方,你说穷的地方,偏远的地方 它的地方债务是吓死你啊,好了,举个例子,青海 青海偏远一点,而青海呢,是全国比较贫穷的地方之一 它这个地方的债务率呢,已经达到多少,达到百分之八十四 蛤?百分之八十四?很厉害的了,但是我经常说不会爆破的 因为它可以将压力全部,由全国来承受嘛,是吧? 只要不乱就可以了,是吧?好了,那除了青海之外呢 另外一个地方,贵州,贵州其实都不差的,不过是贵阳而已 不是整个城市而已,不是整个贵州 然后贵州的负债率呢,都百分之六十一点九啊 不要紧了,百分之六十二啊,那从这个概念里面究竟是 厉害还是不厉害呢?那有些人说不是很厉害而已 因为为什么呢?国际的负债率是百分之一百 啊?那刚才说在青海贵州不是很低,不过又要搞清楚先 国际这个负债率的百分之一百是指企业啊,企业啊 就是你可以借一元,你可以做十元生意,是吧? 那这个是企业,但是政府不是嘛 政府那个资产负债水平呢,以中国为例,不要与外国啊 以中国为例,负债率是百分之五十,五十而已啊 现在哇,青海百分之八十四啊,贵州是百分之六十一啊 那从对比起来,是不是很麻烦呢?是吧? 你地方这么多还,那因为现在已经有些地方,山东有些地方啊 重庆有些区啊,总之呢,是用这种企业集资的方式呢 到最后,大家都知道我发觉没有啊,还不到啊 自己所谓的利息都没有啊,是不是? 好了,今天的新闻还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 就是官方说你要严控那个地方的债务,不要失控 那大家都觉得应该啊,是不是? 所有企业都是这样,是不是? 但是呢,官方就说,你管控的其中一个方法是怎么样? 将那个债务的时间,延长它,就是你发的债率可能是二十年的 二十年就是还债的,你最多是多点利息的意思 那以前呢,那些发债很短期的嘛,大家才有吸引力的嘛 但是现在十年,很多地方都是啦,跟着重庆现场 二十年,大家都说十年,你又没得还 现在有些地方已经出现,十年都没得还嘛 那所以,从这个角度呢,我不想它那个经济周转有问题的 因为最终都是老百姓受苦的 我只不过是说,这个是反映了什么呢? 就是现在中央地方的失调 好了,跟着中央还说一样东西 就是说,中央现在呢,中央是有一个叫做 中央转移支付方式,来支持地方政府的财政 那大家听到一头暴水,什么叫做中央转移支付方式 那就是,换句话说,中央某个程度上呢,信心上面担保 他说,我答应你,到时候有些什么,到处调来调去 但是这个,看实践的嘛,到实践的过程里面 自从分税制,把很多的税收去了中央之后呢 地方已经是只能够用收费,就是地方的收费,不是税 那地方有权,我要加某种收费,过路费又要加等等 就用这样来保住地方政府里面的行政费用 那现在,去到这个,究竟你说的中央转移支付方式是怎么样呢? 所以现在,大陆很多公务员是用数字化来资深的 那你说,从操作效率方面是方便的,是吧? 但是,不方便的地方是怎么样呢? 就是,那些人工在手机里转来转去,转去之后呢 那换句话说,如果是有什么东西的要求 以行政命令是必然实行的 你那个机器就不在你手里了 他现在有些地方说,你那个地方的公务员要买回那个地方企业的股份 要不然你不要做公务员了 那,你要是就不做 但是你不做,你的户口是要透过距离,个人工给你的嘛 所以这个是方便了,但是有利有不利的 好了,现在跟着出现的新闻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么巧,这个是完全新闻来的 有些地方是要求公务员将2021,不是2022啊,是2021的奖金 那,因为中国的公务员那个或者各个企业的那个 那个薪金分三个部分的 基本薪金,基本工资,跟着就是补贴 补贴就是说,那个薪金因为涉及到方方面面 有个薪级表不可以加,一定要看全国 所以就用补贴的形式,这个多数都有的 第三个部分就是奖金 奖金就是说,地方政府松动些,你的企业企多些奖金 好了,现在呢,没有钱了,于是怎么呢? 就将2021年里面的奖金,它叫做多发的奖金 这个官方语言,多发的奖金,你要把它回水 蛤?回水就抢回,不是,我是,你买回国债啦 买回一些企业的股份,或者就是,你穿多余的部分 才弄出来,其余的,我不会抢你的 那大家就说,什么叫多余,多发的部分? 大家都不明白的,到最终的解释权就是它 好了,最近连一些地方的退休公务员 他每个月是有一定的比例,比如说某个年龄 他早退,有些可以拿七成的,等等 那现在那个比例呢,都开始削弱了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之下,大约多这个网天杀 这些情况呢,才是令到国内很多人 现在国内的传媒都讲了一个问题 你要人偷翻,你那时候觉得是顺利成章给人的 已经是人家应得的了,你现在什么叫做多发的奖金? 去到这个,你真是惹起民怨的,是吧? 所以我说,在中国的经济里面是很难爆破的 因为它有一个行政命令 如果你出现民乱的时候呢,它还有专政机器 但这个大家都不想见的嘛 所以去到这里的位的时候呢,就要看最后 你官方,尤其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够处理到你的债务 你的财政问题了 所以从今天的新闻里面呢,原来背后这么多东西 而且这些呢,都是官方的语言承认了的 只不过你怎么解读的呢? 我也都不是挖重取宠 我只不过是将官方那个预防措施 它警惕大家地方发债,你不要,搞到民怨世起 他都是从这个角度,我都是从这个角度 只不过是说,你中央怎样怎样,怎样的地方 那个地方有没有矫黄过正的 这个呢,是你中央有时候看不到的嘛,是吧? 所以这个才是我们经常在说的 稳定是全面的 既有经济稳定 你经济不能稳定,一定会社会层面就不稳定 於是失業問題、連鎖的社會治安就會來 這個不是外國勢力或者外部勢力搞的 這個是即使我們大家苦口婆心提了出來 你能不能夠避免這個才是重點 所以今天跟大家先交流到這裡 這種做法暫時不會影響到香港 大家也不要說我這麼說 但是未來國內的情況會不會影響到物價高漲呢 這個就是重點 物價高漲你看香港現在有物價已經漲了價 只不過慢慢漲價大家還能承受得到 大家就不是這麼博 所以未來的形勢來說 都是要宏觀經濟政府管理得好 另外跟著社會經濟企業管理得好 就是這樣逐步解決 好了今天跟大家交流到這裡 我們下次節目時間再見,拜拜